这些人正在海底疯狂地抓龙虾 而目的居然是用龙虾来当钓鱼的诱饵 还变态到特意带来卡齿测量 抵御20公分的龙虾都不配拿去喂鱼 原来佛罗里达州不只是不养闲人 连一只闲龙虾都不放过 谁让这里的资源好得让人嫉妒呢 龙虾都是一撮一撮送上门 闭着眼随便一捞 都是国内四位数都买不到的鸡品 你说气不气人 而且游动的过程中 也能看到海底不仅龙虾多 更是鱼群如银 真好奇一会儿都能钓上来什么大鱼 不出半个小时的功夫 他们就抓到了一整箱的大龙虾 然后毫不留情的 拿出来就往鱼钩上挂 他们也不傻 准备的鱼钩都是带稻子的 保管大鱼是一咬一个不支声 这么贵的诱饵 可千万要生气啊 此时已经临近傍晚 等他们把一箱龙虾都扔下去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根据探测器显示 他们的船只竟然丢了一个毛链 这代表着他们必须尽快结束海调 否则船只将会发生危险